大家好,我是陈兴杰 花鸟画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画的传统画科 如果细分,它要分为花卉、灵毛、蔬果、草丛、畜兽、林芥等之科 也就是以花、鸟、虫、植物为描绘对象的作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花鸟画的读画的方法 读画是在学习绘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学习环节 清代的山水画家王延祺曾经说过 林画不如看画,这画很有道理 林画是解决手的问题,而读画是解决眼的问题 学习绘画只有眼高,手才能高 如果眼不高,你根本就不可能画出好的作品 因为你作为一个学画者,既没有理论水平,又没有介绍能力 那你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水准呢 我们看一张画,要能够识别它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而且要能说出一番道理来 要做到这一点,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所以多看,多研究前任的作品 对一个学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只有多看,才能吸收得多 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鉴赏力 才能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 使自己的表现方法日趋完美 即使是初学者,我们在对画临摹时 也要先认真地研究原作的表现特点 经过一番的思考,体会 然后再动手去画 千万不能看一点,画一点 盲目地照搬 读画要落在一个想字上面 只有多想,才能够有所体会 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收获 所以读画它是学习绘画的最重要的基础 如果你掌握了读画的这个基础 然后再进行临摹,你就会取得不一样的收获 我们很多刚刚学习绘画的朋友 一开始都会单纯地认为 绘画就是对客观事物的魔法 只要肯下功夫,就可以掌握这门技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 不应该仅仅是技法 而更应该首先知道何谓绘画 在具备了一定的鉴赏能力 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修养以后 知道应该如何去读画,如何去临画 这样你才能够有更高的学习效率 读画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 增强我们的审美观念 探索艺术的真谛 提高我们的欣赏水平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通过读画 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 什么是不好的作品 这个作品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学会这些 最好要了解一些美术史 了解了美术史 你的视野才能更宽广 才能接触更多的大师作品 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大师 领会大师 你的眼界 你的鉴赏力 也就自然而然的提高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几位大师的作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明代画家徐卫的作品 徐卫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 他开创的泼墨大写意画派 对后世影响极大 他的泼墨写意花鸟作品 豪放自重 水墨淋漓 潇洒飘逸 徐卫的画奔放热烈 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我们在这幅墨葡萄图当中 可以看得出 徐卫非常善于用水 他的作品水明末润 水气阴暈 笔墨纵横 他把历数的笔法 融入到行书当中 他的行书又有 苏东坡和米符的风格 作品大气 节奏感强 我们读画一定要了解 作者的内涵 风格 寓意 不能够只凭自己的感觉 只看画得像不像 好看不好看 要知道 一幅中国画作品的好坏 不是以像与不像 和好看与不好看来衡量的 我们在品读国画作品时 首先要看到的是 画面的整体气韵 然后是看它的笔墨趣味 构图 以及用笔用色和造型 通过作品 我们要感受画家的思想 情感 就像诗人用恰如其分的绝佳诗句 来抒发诗人的丰富的情感一样 这种体验意境 抓神韵的欣赏方法 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审美享受 当然能解读出其意境与神韵 需要一定的审美能力 艺术修雅 还要具备一定的国画基础知识 特别是通过实践训练出来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你的鉴赏能力 那么徐薇的作品到底好在哪里呢 就好在他作品的惊世骇俗 用笔横放 笔墨淋漓 不拘形似 自成一家 开创水墨写意的新风 打破了千年的笔法 影响后世至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代表画家 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 周达一生曾经使用过多个字号 其中最为人熟悉的 就是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上 一位杰出的书画艺术家 其独树一帜 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 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 八大山人以水墨血液著称 擅长花鸟 山水 切花鸟 承袭陈纯 徐蔚血液花鸟画的传统 发展为阔笔大血液画法 画面构图缜密 意境空阔 形象夸张奇特 笔墨凝炼 沉溢 风格雄奇倦勇 八大山人作品的特点 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 并对所画的花鸟 鱼虫进行夸张 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 使画中形象突出 主题鲜明 甚至将鸟 鱼的眼睛 画成白眼向人 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 愤世忌俗的性格 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 以简笔大写意 影响中国绘画史 三百多年的八大山人 是中国文人画史上的一座高峰 白石老人曾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青藤 雪各 远凡胎 青藤是徐位 雪各 就是八大山人 佛老当年别有才 佛老指的是 吴昌硕 我愿九泉围走狗 三家门下转轮来 由此可以看出白石老人对大师的敬佩之情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艺术大师吴昌硕 吴昌硕是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史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 是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中史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 书法家 壮可家 是书画界画时代的人物 他的艺术影响了很多画家 众多现代绘画大师 或初期门下 或受其艺术影响 吴昌硕的作品题材大多以花卉为主 早期得到任意的指点 后来又参用赵之谦的画法 并博彩徐位 拔大石涛和扬州八怪住家之长 兼用转丽狂草笔役入画 色憨莫薄 雄剑古拙 一创新貌 其作品重整体 尚气势 奔放处不理法度 精微处 照顾气魄 富有金石器 讲求用笔 湿墨 肤彩 无常说的花卉木石 比例老辣 气势雄强 布局新颖 构图也尽书印的张法和布白 喜欢用枝字或女字形的格局 或做对角斜式 用色上似道之谦 喜欢浓厉对比的颜色 尤其喜欢西洋红 色泽浓艳 无常说 因以草传书入画 状物不求写实 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书胸襟 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 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 他的艺术 对中国近现代绘画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三位艺术大师作品的讲解 我们对于传统写意花鸟画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这部分内容是我们欣赏与品读 优秀作品的基础和方向 有了这样的基础和方向 可是我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少走弯路 因为临摹与品读好的优秀作品 是我们学习的重要手段 选择高水平的古今名家作品 进行品读与临摹 然后在写生创作的时候 把临摹中所学的技巧用上去 这样反复的训练 你的表现能力以及鉴赏水平 很快就能提高 所以选择作品对于初学者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很多初学者都会临摹和学习 他们认为比较漂亮的行活作品 如果是借鉴一下技巧和方法 那是可以的 如果是作为临摹 学习和鉴赏的标准 那就会影响你的眼界和欣赏水平了 因为行活作品 对于初学者来说表面好看 实际上是缺少个性表达与艺术性 套路的画法 可以批量的不断重复和加工 这类作品对于初学者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对于选择饭画 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 如果有条件 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饭画 饭画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学习的质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花鸟画的读画要点 我们要想在学习临摹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 就必须对临本有一个准确深刻全面的把握 这样才可以使得我们的临摹工作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学会读画非常重要 所谓读画就是对临本进行仔细的揣摩和品读 对作品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与领悟 读画就是研读解读分析的读 读临本的画面意境 读临本的笔墨技巧 读临本的构图与形式的反解 读懂了这些 你临摹起来就轻松自如了 下面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八大的这幅作品 前面我们对于八大山人的作品特点以及风格进行了分析 这是我们在品读和临摹功课之前必须要做的事情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对于你选择的范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幅作品 八大山人的笔墨抽象意识很高 它的修养高度常人是难以达到的 它的作品中空间切割恰到好处 画的就是一种笔墨构成关系 它用最简单最单纯的笔墨表现出最丰富的内涵 它的构图张法 意气横生 孤傲冷逸 简单明了 画面的疏密 以及线条的纵横恰到好处 一只小荷叶气如冲天 与大荷叶形成对比 又与下面的小鸟形成呼应 莲花杆的位置恰到好处 连贯一气气脉相连 富有生命力 大荷叶 侧荷叶 以及荷花 形成了完美的虚实关系 这幅作品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 八大的用笔 构图 以及它纸白手黑的妙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花鸟画的贝林方法 刚才我们品读了八大的这幅作品 对这幅作品的笔墨 构图有了一些了解 这样在贝林起来就会得心应手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下贝林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这幅作品的构图和经营位置 在贝林前我们必须要熟记作品的构图和经营位置 只有熟练地掌握了这幅作品的构图以及经营位置 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我们要对林摩的范本进行深入的剖析 分析范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绘画技巧和绘画规律 以及绘画者在绘画中的心境和绘画的风格 这样才能体会范本作品的绘画技巧和表达的思想情感 领悟绘画者所表达的思想境界 为更完美的林摩好最后作品 做好准备和铺垫 我们要学会利用辅助线来有效而准确地确定好构图 以及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熟练地掌握构图和布局之后 我们开始局部地分析 贝林作品的笔墨以及造型特点和绘画技巧 现在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笔的墨色变化以及用笔的方向 这个部分表现的方法是笔不能太湿 而且笔峰要散 这样才能表现出圆作的那种质感 笔和花时要注意 用笔要有弹性 墨色要略重于大荷叶的墨色 这个部分的用笔要虚入虚出 在画叶饼时也要注意 水分不可以过多 行笔不可以太慢 如果水分多 行笔慢 叶饼就会画得很臃肿 画小鸟要注意的是鸟的比例与动态 要注意结构特点 另外就是墨色变化以及用笔方向 最后就是八大的落款题字 八大的落款题字非常有特点 八大山人几个字的组合 给人感觉写成是哭之或者是笑之 这应该是他的一种心境的表达 在临写作品的题字时 要注意字的大小的书名的排列 下面我们开始贝林这幅作品 在变临前可以先通过折纸产生的辅助线 来帮助风格画面 通过这些辅助线可以更准确的完成画面的布局 然后再用乌腾棒根据辅助线来确定位置 这个部分可以背着画 如果没有把握也可以参考临本 画稿定位 多画两遍自然就熟悉了 这个部分主要是确定位置和比例关系 落末时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前面的练习方法进行 这样才能保证与原作一致 大荷叶的用笔要放松随意 与浓墨的荷叶形成对比 勾荷花时要注意荷花的位置以及比例关系 另外就是墨色要略重于大荷叶 小鸟的重点是造型和笔墨 这个部分的荷杆用笔要干又有非白效果 跟鸟的笔墨形成对比 画荷叶饼的时候要注意 要在大荷叶拌干以后再画 因为现在天气太凉 我等了一会儿大荷叶还是太湿 画的效果不好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用吹风机先吹一下 最后提字盖章 因为是简单的背鳞 所以没有林克这幅作品的印章 只能拿我自己的印章来表现一下效果 最后在不显眼的位置 加上自己的提字和落款及印章 这个部分要注意 不能影响整个画面的大局 最后我们来对比看一下整体效果 因为我用的是大四尺的纸 所以整体的比例偏长 大荷叶的墨色有些偏淡 造型有些偏圆 荷花的墨色有些偏淡 鸟的动态不够夸张 墨色需要在整体加重一点 荷叶的叶饼要再干一点 画的时候要再细一点 总之还有很多不完美 需要再继续背鳞 才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背鳞与读画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练习 通过这些练习 你会取得满意的效果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